所以我們在講的所謂的地方設計 並不是我是高雄人 我才能做高雄的地方設計 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在那次的展覽裡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兩件事 第一個是他們看到桌上放了一個 幾乎跟臉盆一樣大的 海志冰的碗 所以它很難想像 為什麼吃冰要這麼大一碗 那我們也是第一次把 城市作為一個品牌 轉化成不是只是一個觀光的地點而已 而是讓大家知道 高雄裡面有什麼樣的特色 大家好 我是風商旅行社與秋雲文化的 專門人尤志維 我來自於宜蘭 然後在台南生活了幾十年 那過去從事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跟旅行跟地方文化有關 大家好我是林凱洛 現在是小島聯文化的品牌中間 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自由工作者 都在做跟日本的旅行相關的工作 那跟高雄的緣分呢 就是之前在2017年到2019年之間 在高雄舉辦了大型的市集活動 港度練習群可能有一些高雄人士知道的 我太太也是高雄旗艦人 所以跟高雄一直以來 包括我連當兵都在高雄的年情 對所以我在高雄 算是我覺得生活也有滿多 就是經驗在這個地方 最早開始做高雄的案子是 2016年我們做了南部四縣市 推廣到日本在東京做的一個展覽 所以當時是我跟智惟第一次合作 也是跟方旭中第一次合作 旭中擔任設計 我們當時把南部四縣市的品牌 第一次帶到東京那邊去 讓日本人知道 台灣的南部可以怎麼玩 那我們也是第一次把城市作為一個品牌 轉化成不是只是一個觀光的地點而已 我們自己其實對日本的第一印象 也許是去東京 也許去京都 可是當你去過京都一次之後 你其實更有興趣的 也許是離開京都 到它周邊的奈良 宇治 安瑪 對不對 貴船 到周邊的那些小地方去 那些小地方裡面的 這些所謂它的文化跟生活的特色 才足以吸引你 重複的不斷的來到那個地方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是當時對高雄比較深的印象 通常都是跟港督 這件事也比較海港 港口文化 然後鐵道 這兩件事情應該是 可以跟其他的縣市比較有明確的差異的 那在那次的展覽裡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兩件事 第一個是NHK做了五分四十秒的整個新聞的播放 那其實他們最有興趣的其實是 他們看到桌上放了一個幾乎跟臉盆一樣大的 海之冰的碗 對 海之冰的碗 那所以他很難想像 為什麼吃冰要這麼大一碗 對他們來說過去所認識的台灣大概都是 過去傳統的知名景點 可是對於這些地方的一些小的文化小的故事 其實可能不是那麼的有機會接觸到 第一次的有機會去投射到 我們怎麼去看日本的這些地方城市的品牌 地方區域的品牌 他們怎麼去對自己的國家推廣 可是台灣比較少有這樣的觀念 是因為台灣太小了 所以你很難去區分所謂的每一個城市的品牌到底是什麼 我們看到很多的國家 你說在歐洲 土耳其的大馬士格生產玫瑰 然後例如說這個南法的普羅旺瓷生產 薰衣草 可是這些植物是在其他的地方種出來它就是不一樣 可是它如何把它在土地裡面長出來的東西 成為它最大的價值 在這個全世界以這個所謂的自由經濟的貿易裡 其實它成為它的獨特性 所以它只要守好它的土地 發展它自己可以允許去經營的東西 它就能夠去創造 這一群人在那個地方其實可以過得很好生活 過去一兩年我發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狀態是 比方說我們常看的Casa Bluetus或是Buetus Pen 這幾本雜誌他們會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盤點 全日本47個都道府縣 裡面有哪一些重點的 不管是農業也好 飲食 藝術 或者是一個村落的改造 更不用說藝術集他們到現在還在持續的進行 你會發現原來有這麼多的地方團體 或者是回鄉的工作者 他們還是努力的在耕耘他們自己的地方文化 面對不同的對象就有溝通的方法 當然如果從城市的品牌來講 總是還是必須要去設定一個題目 那如果我們從最近最紅的一部戲斯卡羅的角度來看 那大家就會回頭看 斯卡羅的故事基本上幾乎都集中在過去我們認識車城 綠豆蒜的這個所在地 可是他現在裡面的保利 統領 然後社寮跟現在的這個財城 幾乎都在同一個區域裡 所以從他那個地方就會連結到回來打狗 回連結到府城 所以以後也許我們有機會 其實是應該更對於每一個所在位置上面的 每一個小地方的背後的那個歷史文化理解 如果可以理解更深 我覺得這才可能是最適合的一個方法 京都之前最常做的行銷就是 城市行銷就是他們會分山的京都 海的京都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山的京都 因為我們只去那個京都 所以你不知道北邊還有一個海的京都 因此就像我們在講高雄也好 就是腹地很廣大 有靠海 可是我們只講靠海的這一側的文化 那靠山那邊的文化我們要如何去敘述 要如何去抓出可以被現代的人 更快速理解的這個重點 去詮釋所謂不同的高雄的面貌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思考的起點 對高雄的品牌來講 我還是覺得大港這件事情 是高雄很重要的一個個性 也許高雄在整個品牌的設計上 基本上這一種所謂深盟有力 這一種所謂 甚至我覺得像港口 像這個大型的貨櫃 那甚至變成變形金剛 我覺得這一種的個性就跟高雄的整個視覺 品牌的形象會非常非常的連結 那當然它回過頭來 它跟南部地方的鄉親的這一種所謂的個性 它也比較是一致的脈絡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作為整個城市品牌 核心的定位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行的 我們想要進行所謂的國內旅遊 當然現在也只能國內旅遊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到每一個縣市去 我們是不是會以某一個地標為中心 比方說我現在想要去看美術館 或是我特地的想要來銀座劇場 就是你會到某一個你覺得認可的一個 文化交流的中心點去尋找你心中想要的 那個城市的面貌 如果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島嶼上能夠安居樂業 然後你希望你做的事情是可以做一個長期永續的經驗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找到你的差異 設計導入成為了現在必備的思考邏輯 因為地方的文化是你在那個地方的風土最難被帶掉的東西 尤其就像今天在開始訪談 今天我們在聊的 就是台灣的眷村在眷改的過程裡 其實很多傳統的眷村消失了 可是可能很多人其實並不理解 原來高雄擁有空軍、海軍、陸軍 這三大軍種最重要的整個 從營區也好到整個教育訓練的基地都在高雄 因為這三個所在地分別在岡山、左營跟鳳山 那三個的過去的很多的背景跟它的飲食文化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如果你用眷村把這件事情串起來 那高雄就會成為台灣所有的人 如果你想要理解眷村 可能必須要到的一個地方 也因為所有的人都必須要在這時候慢下來 你才會回頭去看 過去我們實在是太過快速的 遺忘太多的事 你會再去看 不是那麼的觀光跟片段的事情 而是你有時間會想要知道 我如果時間有限 我為什麼想要再來你這裡 我為什麼要重回那個地方 我覺得我們在做某一些 像這類的所謂的地方設計的事情的時候 太容易轉移目標 所以我覺得專注地去做一件事情 並且把它做好 那這個還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核心價值所在 就是如果從時間看短的角度來說 它當然對這個世界影響很大 可是如果你把時間看長的話 那它就只不過是人類近代文明 我講近代文明是工業革命開始 大概到現在目前為止四百年 所以它也就四百分之二 所以如果用短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太好的機會點 回頭去思考 一個城市在發展 所謂的品牌或城市的規劃 其實它本來就不是短期可以造成的 我們現在所擁有高雄的一切 其實是高雄從有人居住以來 然後從清代 然後一直到日式時代一直到現在 是陸陸續續過去的這一些歷史裡 某些人做了對的事情影響了現在 某些人做了錯的事情影響了現在 所以應該回頭思考的是 那在現在的我們如果因為有兩年的時間 可以因為被迫慢下來停下來思考 那我們應該做出哪些對的事情去影響未來的五十年一百年 像我們你知道就是鋼山的西塑長村 這是一個在發展所謂的百年森林林業的一個 一個非常小的村莊 因為那邊都是森林 所以在這裡面移住了新的這些創作者 他們不管是發展木工也好 或者是學習木作的教育 或者是建築 那甚至包含像釀酒 或者是製造藝文創作的這些事情 或是改造老房子 他們在思考的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所謂的百年森林事業 他並不是在做 我今天因為疫情 所以我要度過這三個月 不是 他們做的事情是十年二十年 甚至想到的是下一代 或者是他們所見不到的一百年後的事情 地方的創作者 越來越容易被看見 而且越來越容易跟好的案子合作 可能比我們小十歲的這一個世代 他們現在的創作能量非常的活躍 而且有更多的想法 是能夠讓他取一反三出來的 基隆的鎮兵漁港的那個 書航 對他在做的那個港口的那個美術館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我看了他現在在推的這個 所謂的白咒美術館 之後其實我直接問他一句話 我就說 你做了很多如何設計閒置的空間 把屋主找出來 跟設計這些年輕人 與你接觸之後 沒何這些空間再利用 這些檯面下的事 可能才是這件事情最重要的根本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對 沒有錯 這是他一直希望做的事情 我自己其實感受到 還滿驚訝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過去去過東北角 你開車經過龍洞灣 你知道很多人在那個地方潛水 你並不知道原來其實有一群人 在那個地方潛水 已經守護那片海域有二三十年的時間 所以那片海域潛水員 可以就在你岸邊的地方 隨便撈就可以撈到大量的 海鮮 海森 海膽 各式各樣的海底生物 所以慢慢陸陸續發現 其實原來台灣有很多 在不同領域都有一群人 其實他專注在他的領域裡面 去維護那個環境 所以我們在講的所謂的地方設計 並不是我是高雄人 我才能做高雄的地方設計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更多的人一起來研究 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 在你自己研究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很多的學習的心得 你才有辦法把這樣的生活經驗 跟學習經驗帶到其他的縣市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更多 有共同經驗的人一起來 跨出到別的地方去 互相地去混生出新的文化脈絡 那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會是 之後的新的現象也不一定 我們接受在這塊土地上 不同時間來的人 然後我們尊重每一個人他的背景 我們甚至看到了這一些事情 如何融入了我們的音樂 我們的電影 我們的文學 我們在各式各樣甚至空間裡 所以這些東西會經過時間一層一層一層的累積 成為你最大的養分 所以如果你願意 很用心地 也貪心地把這些東西都吸收進到你的身體裡 我覺得那它就會成為你在那個地方成長茁壯 最重要給你的養分 就是你擁有的文化越深 那你的質感其實就會長得越強壯 所以我自己在想像是台灣的文化應該可能是從現在才開始 對 謝謝長輩 謝謝長輩 發紅包了 好 OK 像我一直記得以前 最常吃飯的地方就在高雄新鮮江的樂子 咖啡 吃焗烤 你沒去過樂子 連高雄的人都 高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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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我記得以前有個咖啡是杯子嗎 對不對 就是這些咖啡店這些餐店 甚至廣昭音 都是我在高雄生活很重要的經過 所以從生活裡面 我覺得